很多人不知道其實我有一點懼高症 不過我很喜歡挑戰自己那個人 我一直認為高空彈跳跟摩天輪比起來 摩天輪比較算臨時的一種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上去看看 今天我們來到這個孟時代頂樓 要來分析一下韓國瑜最近提出的 愛情摩天輪的政策 愛情摩天輪它的意思是說 我們要結合觀光在愛河旁邊蓋一個摩天輪 讓年輕人上去做愛做的事情一個小時 這樣子可以招攬全世界的人來高雄觀光 究竟這個政策可不可行呢 今天帶你來看看 在上去之前先帶大家看一下這個摩天輪 首先它是一個六人的位置 但是它其實比一張床還要小 所以到底能不能滿足年輕人在裡面做愛做的事情 這是我們第一個存疑 第二個它這個其實是有遠走的裝置 所以當在上面有劇烈的動作的時候 它其實是會晃的 摩天輪的其中一根基座 那像這個基座是支撐一個韓先生所提的政見裡面的一半 那表示什麼呢 我們可能這個東西至少要兩倍粗 或者是它的支數要兩倍多 至少而有 倫敦之眼 它是一共有16根比這個還要更粗更大的基座 往地底下打33公尺 但是我們也同時知道愛河 它第一個它土質鬆軟 第二個這樣子的摩天輪它需要數千坪的土地利用 那我們的基座到底要打在哪裡 所以這到底是化虎爛還是真的可以做得到的政策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先跟大家講一下我們高雄之眼 我們全票是150元 好我們現在在這個摩天輪裡面 好我們現在在摩天輪裡面 車廂非常狹小 如果是正常的年輕人 在這裡應該沒有辦法活動經過 倫敦呢 英國它有一個倫敦之眼 它是大概1000塊的台幣 造價大概是28億到30億 然後呢 新加坡它的門票大概是750到760 它的造價是50億 那在交場式摩天輪裡面呢 第一個它比較穩定 第二個它空間比較大 但是呢 它一個車廂可以容納25到28個人 如果一張票要1000塊 然後它有25到28個人的話 門票一趟大概會是2萬塊左右 但是它一圈只有半個小時 那也就是說 如果以韓先生體力標準來講 韓先生上去只有一個小時 那也至少要轉兩圈 也就是上去一次要4萬塊 請問螢幕前的朋友 你會搭嗎 那像新加坡的這個 新加坡Flyer 它的造價這麼高 五十幾億的情況之下 它只在5年內 2013年 母公司就宣佈倒閉了 如果55億這個概念 大家不能理解的話 我換一個方式講 一個韓先生的信愛摩天輪 可以做完高雄半條的這個海岸輕軌 四個高雄總圖書館 一個高雄的流行醫院中心 這真的是在為高雄做政策規劃嗎 一圈是15分鐘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快要離開了 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韓先生提的這個信愛摩天輪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衛生跟整體 我不知道他在不在乎 可是我很在乎 所以如果這個下去之後 房屋人員還必須要馬上進場 也就是說摩天輪有一半的這個包廂 是沒有辦法營運的 因為他必須要房屋人員在裡面整理 使用者轉三圈之後 就會有人在一樓跟你敲門說 你還有一圈喔 四五分鐘 三十分鐘 要結束喔 這件事情我們聽起來是非常不合理的 今天帶大家走了一趟摩天輪之後呢 我們可以發現韓國瑜的愛河摩天輪政策 第一個工法上不可能 第二個預算上五十五億 他要拿一條輕軌去做摩天輪 預算上不可能 第三個時間上不可能 就是他要一個小時內完成 然後包含清潔等等的 所以呢我們在這裡 很可以很大膽的講 韓國瑜這個政策是在豪小 是在騙高雄人 韓國瑜你不敢挑戰這個影片 我是陳柏惟 Thank you